我的小提琴老师不一般 在教师节之际 我深切怀念我的导师阎泰山 与阎泰山老师的别离已有四十多年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在沈阳医学院 我被指定跟从阎老师上课 这在当时是非常幸运的 因为当时在沈阳医学院教师中 本人能称得上演奏家的教师 只有阎老师 他的阎传心教的示范效应 让我在这段学琴旅程中的小提琴记忆 有了飞数的提高 他一直是我少年时代学琴的楷门 阎老师的演奏理念和方法 深刻地影响了我的演奏和教学过程 然而自从阎老师移居香港后 我们再也没有相聚 几年前 从一位香港的小师弟口中 或许阎老师已经离世 愿他的美妙情音 永远在天堂中回荡 阎老师曾受教于多位外国小提琴专家 他的琴记被誉为东北第一人 曾担任李大构团首席小提琴手 和沈阳音乐学院教师 他多次在沈阳、上海、大连、长春、阿尔滨等地 演出并举行独咒音乐会 他录制了五首小提琴独咒唱片 以及电影音乐独咒片段 阎代山的演奏影响力遍及各地 在1963年 他拥获第四届上海之春全国小提琴比赛二等奖 而秦永成的《海滨音师》唱片 也是阎老师首发演艺的作品 阎老师还是中国第一人上台连续演奏 帕格尼尼二十四首随相曲的人 此时我们缅怀阎老师 只能从他留下的演奏录音中 用心灵去感受他那美妙的悬音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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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